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微喘 平复了一下剧烈跳动的心脏 蓝望鸡一身白衣 被门外的风吹起衣白 日光衬的那极其俊秀青雅的脸颖白如玉 周身已笼罩一层微微光月 见魏无羡站在原地不动 只是直直看着自己 蓝望鸡眉头微醋 刚向他迈了一步 就被突然跑过来的魏无羡扑了个满怀 蓝望鸡稳住身形 手掌在紧紧抱住他的魏无羡的后背上轻轻拍了拍 闻声道 魏英 你怎么了 魏无羡抬起头和蓝望鸡柔和的目光相接 原本平稳下来的心再次剧烈跳动 蓝战真的是 怎么就对自己那么好呢 魏无羡一把扯下蓝望鸡竖好的母额 在他微正的眼神中 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 这个吻虔诚又热烈 倾注了魏无羡此时障满了的情绪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离不开蓝望鸡了 两唇分开后 魏无羡捧着蓝望鸡的脸 倾笑道 蓝战 你同样是我此生的命定之人 倾心之人 闻言蓝望鸡微微瞪大眼睛 魏英知道母额的另一层寒意了 魏无羡在他嘴角又亲了一口 将手上扯下来的母额 放在了靠近胸口的衣服里 好了蓝战 现在我真的得去蓝室了 不然又要挨发了 看着那人又一阵风势地跑远 额尖没了的母额 真切地告诉他 刚才魏无羡真的来过 蓝望鸡摸了摸唇角 想到魏无羡刚才说的话 不自觉地露出个笑容 魏无羡和蓝望鸡又告白一番 心下安定了才冲向蓝室 紧赶慢赶在授课先生进来之前 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魏兄 你听说了吗 这次听学好像要放假了 背后被聂怀丧用手指戳了戳 魏无羡扭头 放假 放什么假 以往听学不都是为期三月 到期后才再学归家吗 聂怀丧用扇子 把他转过来的头轻轻转过去 小声道 这不是快到清谈会了吗 听说金家这次举办清谈会的同时设了围猎大会 邀各十家子弟一同参加 各家族的宗主都觉得不错 便请蓝室先暂停听学 让各家小辈回去准备准备 等清谈会结束再继续听学 魏无羡挑眉 听起来还不错啊 他和蓝湛岂不是可以一起去参加围猎大会了 下了课 魏无羡直接回静视 静视无人 白玉香炉仍然找青烟 他凑上前看了看 檀香上有余 都是早晨时候蓝旺鸡会天之一次 清洗上打了滚 魏无羡趴地 有些无聊 竟是李若无蓝旺鸡 他竟是找不着任何想做的事 索性片刻 清想过后 蓝旺鸡拉开门进来 蓝湛 魏无羡只想扑过去迎他 但蓝旺鸡提着识盒 稍微抬手 指了他 静字到说案前放下 蓝湛 今日我听说 蓝旺鸡打开石盒 一阵逼人的心香气散出 魏无羡睁睁大眼 不可置信 五六个雪白的盘子 慢慢从石盒中被拿出 其中两样 红火一片 更有一道炖煮的酥烂的肉菜 其余才是蓝家那清汤寡水的素菜 魏无羡已经蹭到岸边 双目直勾勾看着 蓝旺鸡免无波兰 给魏无羡淋添了米饭 吃上一双筷子再帮自己盛了碗 蓝家的厨房长出的能做这个 魏无羡指着那油渍散发逼人香气的辣菜 蓝旺鸡 不能 魏无羡 你方才直接下山 去镇上的香菜馆给我带的 蓝旺鸡 不是 魏无羡抬眼去看蓝旺鸡 忽然脑中闪过什么 蓝湛 你亲手做的 部分 那三样分明印上了蓝氏印记的菜 被魏无羡划去 剩下两样红火一片的还有一样肉菜 那是怎么看怎么眼熟的菜式 不就是那天带着人一起下馆子 你吃过一遍就会做了 有学 有学 怎么学 跟谁学 学多久 什么时候学的 一连串问题冒出魏无羡静觉的眼韵 一个字都没问出来 蓝旺鸡看人不动 把筷子放入他手中 吃饭 蓝湛 蓝旺鸡诞声道 食不严 魏无羡尝一口火红的辣白菜 以山下镇上酒楼的味道别无二致 不如说 尝着更舒心了些 怎么可能食不严 蓝湛 蓝湛兴奋道 蓝湛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抬眼看他 本来也还没动筷的蓝旺鸡 将筷子隔在晚上 大敌也知道 这时让魏无羡忍着不说话 全倒是不可能 不如让他一次说完 片刻又垂眸 轻声问道 味道 如何 好吃啊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魏无羡搂住他 抱得死紧 又笑 笑得肩膀不断颤动 蓝湛 你真是 太厉害了 你对我 太好了 两样红的 一样荤的 仍配着清淡素菜 大抵不是不愿做 只是不同意他每样 接着搬吃 最多一日一次 让他抱着蓝旺鸡轻拍 魏无羡的背 笛声道 够了 要是没空 也不用勉强的 不勉强 不能多吃 我知道我知道 再尝其他两样 魏无羡真觉 蓝旺鸡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没有什么是不会的吧 见人则几乎直潮清淡的那三样探去 想着人做饭时 也不知道是怎么是味道的 作恶欲兴气 满口辛辣 就去吻人 蓝旺鸡一愣 也没推开他 末了 分开 魏无羡搂着蓝旺鸡搏梗 目光相对 舔着脸问道 我甜吗 沉默片刻 蓝旺鸡轻声开口 甜